先讓你們看看,因為我們經常有責任跟你說 因為我不想你們浪費了五千元 因為我不想一堆人轉來,哎呀,糟糕,救命 當初我不要忘鉤 你看到五字,那裡有 唐門的特性是可以儲記 累積,累積的 就是可以留下的記,放著 然後一次過放下去 來吧,他正在放飛鏢 他放了大安全鏡 然後另一個就是扔一個像炸彈一樣 然後爆開 很容易福奇的 很容易爆開 這個有一招… 這個閃身可以這麼遠嗎 對,他距離到別人身邊 那個距離不能離開 但他是脆皮的,你會否衝過去 應該不會 他的成長是一體質的 我像一張紙一樣 身輕如意,你懂嗎 你懂嗎 你看他,他距離能離開 感覺上…他的距離距離很遠 對 他始終都是輸出職業 對 他再看一次… 因為我很想… 他是放風箏的職業 對,沒錯 他用來走 那次不是埋身的,是用來走的 很多人都用來埋身的 那就糟了 很多人用來死了 埋身 然後有很多人的玩法就是埋身 然後按大絕 因為大絕會有自殘 還有有定身的效果 然後放大絕 然後走 放了別人殘廢 然後他就定在這裡 然後在腳底放陷阱 然後就拉打 很高操作 對,也說過了 是一個純須要… 剛才葉巴達說了,對吧 這個… 要90秒 坤崙要手動 其實這個堂門是更加需要手動 你看到他的映像 放狗的映像是很大的映像 現在是葉布奇加的塔龍 對 很誇張 好像挺棒的 你看影片當然很棒 對 玩樂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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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令一萬元本就沒有死 五萬元吧 現在又再轉不回來 轉十次 OK,我們看看葉片介紹,好嗎 好 好,看看是甚麼這麼厲害 用腦的 好 用腦 武功 試探最後的那些 我們堂門介紹一下 看看是甚麼技能,好嗎 好,技能 最主要是普通攻擊就沒甚麼特別 是一個遠程的攻擊 攻擊距離大概是… 短武當一點 比較像武當的 未有圖那麼遠 但接近武當的距離 前身刺 就是這個… 剛才所說的 有個放陷阱的技能 應該是異技 不過這個無所謂 先後次序 踩中就會造成傷害 之外就會有致殘和定身 如果武當開著盾踩過去,會不會怎樣 沒事的 就像希維爾一樣開著盾走去… 你這個盾走下去… 走下去… 那不是廢話 你不問天王開著盾 他走下去,有沒有事 他會發生甚麼事 好,來… 可以累積使用 你可以看到他積了幾個陷阱 在山上才放的 那麼… 他其實幫助來說 其實衝過去放… 拼人家踩 其實是… 有點自障 沒有可能的 其實是用來限制別人走位的技能 因為… 牽制技 對,牽制技 我感覺上這一招技在世上的容宿比較大 是啊 在大場就放微博一些傻子 看不懂得踩過去 買草叢裡面 然後暴雨梨花 對目標造成小範圍傷害 就是剛才看技能的時候 除了陷阱之外 還有草之外 就是另外一招 他會按一下之後 那個爆發 可能射一個炸彈仔 然後射一些鐵片 射一些鐵片 射一些飛鏢出來 飛鏢出來 是啊 路徑造成傷害 可以累積多次來使用 就是斷上去不斷按 就是一個爆發技能 因為你可以儲定 等別人踩到夾 或者… 一次要吃光 或者有個… 好像剛才阿彥伯達說 90LV後 他普攻… 不是 他爆擊 就會定身 當然定身 才一輪輸出爆下去 你定身就放了夾 夾 夾不放的 不是定身就放了夾 放了夾 他在下面定身就再死 不停踩 好… 可以中夾之後就爆 倒三步所 中完之後再放夾 再放夾 再爆夾 再放夾 再放夾 我是不打你 我不停放夾 我終於看著你站 你站著吧 出來面對我 神經病 那麼容易 那麼來 有個迷中部 可能閃爺 衝過去目標方向 剛才那位 移動成 沒有攻擊力 是的 唐門還有一招被動 因為他生存能力低 他可以像 玩英雄聯盟的立邦 臨死後 可以有分身 然後你自己忍一營 就會這樣 有一招被動的技是這樣的 即是有分身的 是的 即是可以留一個假的影 引人打招下去 然後你自己忍一營走開 不錯 最主要是靠這兩招去生存 接著 被動技能就… 這個沒有 接著就說 其實帶著就是那個狗弓飛星 即是你看到 剛才有很多飛鏢 然後在他身邊 接著就在同一招 合龍珠帶 當然是跟著你的身動 是的 在你身邊放的 所以很多人一開始 可能一打一的時候 先手就是 第一次飛到別人身邊 接著就開大 接著可能對武當也是這樣的 因為你剛才說了 如果武當有個盾就有所謂 真的沒所謂 是的 在九個飛鏢之前 就將你的盾打爆之餘 還可以其中有兩個飛鏢 就支撐到你 接著就放在脊椅在地上 接著就爆一輪輸出 爆擊被迫在你身上 是的 因為打武當大家都知道 你看得到堂門的 大家都想吊打武當 對呀 我可以告訴你 沒有可能的 我等著大家 我等著大家吊打